大家好 這次 想用打擊隊 解暗數成就 然後就讓我們 通關看看吧 這是第一次打 不知道順不順利 Here we go Go 將帶你進入 那神秘未知的領域 上 噢 拍一下 這麼久 回滿鐵還是褲頭 所以大家必須在四回合之內把他帶走 不然就會GG了 在目前看起來打體的輸出是OK的 這樣依舊過關像沒有什麼太大的難關 這裡的話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他的血量 第二次復活的話可能打起來會比較痛 打不死他 那這時候就先抬起他好了 阿努比斯的淫威之下我們順利通關 但是現在嘛 我覺得暗珠不夠多 這時候先開啟機 然後避免意外 應該也還好 我們就用這個吧開打機 開啟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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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們破錶啦 這裡是不能燒到水珠 他也 已經 那我們就先狙擊他為主 也還好耶 這樣打起來還好 可能是在阿努比斯的淫威加持之下 通關比較順利 這樣子其實沒有太大的那個殘念 就是在那個 我本來以為 強化珠的部分需要開打擊才能完成 看起來來說的話 因為他會直接轉強化珠所以就還好 然後這裡的話建議先開啟巴龍 那就透過手轉方式 其實還好沒有說太大的難關 然後那就全開吧 有什麼 好需要遮掩 看一下 開打擊就好 不能消那個 然後再開龍刻 好 這樣應該是足夠通關喔 嗯 沒問題 雖然全部爆發了 但是好像傷害值沒有太大的破表 不過就只是單純為了解成就 沒有 發現過程中其實夾帶著阿努比斯 的助力蠻大的 所以 阿努比斯或許是一張 比較不可或缺 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或許可以帶上 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隻暗 如果真的沒有阿努比斯 如果真的沒有阿努比斯 我建議帶上這隻暗魔族 那隻是什麼 藍絲洛特 我這個帳號裡面沒有藍絲洛特 如果你暗魔族 如果你想要增傷的話 藍絲洛特是一張 不錯的增傷角色 那 那 應該可以 優 優圖 優格圖也是可以阿 他CD才8 變身之後 變身之後 變成之後EP是4喔 然後他又可以轉 整版的星牆跟暗牆 也算是一波的小爆發啦 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歡迎在下面 幫我留言 按讚 分享 請多多訂閱 感謝大家 掰掰